开始 中国研发的全新形态公共交通工具 巴铁 Transit Elevated Bus 在河北省进行了第一次全长300米的载人测试运作 在测试中可以看见巴铁载了人 缓慢行驶了300米 每列巴铁长22米 宽7.8米 高4.8米 可以容纳300名乘客 新华社报道 巴铁独特之处就是任何低于2米的交通工具 能在巴铁下行驶 不过人民日报报道 河北省当局并不知道这项测试 巴铁制造公司表示 这只是一项内部测试 部分巴铁还需要进一步组装 这款设计来疏解中国大城市堵车情况的巴铁 何时可以正式投入运作 还是一个未知数